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上有两个互联网 一个是中国的 一个是生下世界的 然后这两个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而是都有各的好 都有各的不好 所以说都差不多 我在想放屁啊 你 这就是一种无耻 知道吗 这么说吧 你有资格 有自己的立场 无论这个立场是什么 你有这个资格 我尊重 我支持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说 你作为一个自干舞 刚出来 你觉得这个中国互联网是好的 他现在这个状态是OK的 你反正不想上那些国外的那些什么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Google New York Times Bloomberg 或者是那些网页 你不需要 然后你也不介意你被封号 如果说说的什么不对的话 你不介意被插水表 或者是被送快递 或者是被喝茶 被消失 这些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你发了一个东西就摸摸的被删 你觉得这样好 这个是你的立场 我尊重这个立场 就是我会觉得你很奇怪 但是我尊重 因为这个是一个立场 我有不同的立场 这是很正常的事 对吧 但是呢 你虽然有资格讲自己的立场 但是你没有资格讲自己的事实 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明白吗 就是 就好比你可以说 这个大约定的时候 死了好多好多人 就是我们具体数字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中国如此封闭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最起码几百万 很有可能几千万 你可以说 这个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的一个战略 当时的一个 他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牺牲那些人 你支持 你觉得这样好 他们死的好 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你的立场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立场 但是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继续当你的毛左 但是你没有资格说那些人没死 因为这个是事实 你有资格讲自己的立场 你没有资格讲自己的事实 明白吗 中国这个互联网 它客观上就是不自由 就是不让你上那些国外的网页 我们是可以上你的网页 你的这个防火墙 是让我们进去 不让你们出来 是这个意思 你明白吗 我们看到你们的东西 OK 你们看不到我们的东西 然后那些什么被喝茶 被茶水表 被送快递 你试试 给一个外国人讲这些 给一个台湾人讲 他压根都不懂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 我们有那种监督的那种体制 那种制度 我们有 就是什么 我不是讲过吗 什么CIA NSA 或者啥 他们会听 然后我们自己 也不一定觉得那样好 我们的媒体 一直在骂 一些政客 也一直在想 怎么做一些改革 或者啥 但是这个拜托 跟中国的互联网 是一点也不一样 很好的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不是特别想抓那个Edward Snowden吗 他不是在俄罗斯吗 人家开了一个Twitter 自己那个Twitter 好像不知道 有一百万个人就跟着他的Twitter看吧 美国政府封了他的Twitter号吗 你去看看 你就明白了 你在你的笼子里有多可怜 感谢观看